2点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 神的恩典里面 今天是复活节 复活节对每一个基督徒而言 是我们生命当中 最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 因为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道成肉身 也就是神来做人 为你我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耶稣只是为我们受难 钉死了 我们觉得他好伟大 他充满着爱 为我做错的事 为我的罪 他付上赎架 但是他死了 而我呢 我仍然在我的软弱里面 我仍然在我的失败里面 我仍然在我生命当中 许多的无能为力里面 但是谢谢主 耶稣不是那个 至今仍然在十字架上的那位主 他是受死之后 埋葬复活了 他的复活胜过了死亡 他给我们的不是一个 仍然死在十字架上的生命 他给我们的是一个胜过死亡 胜过软弱 胜过罪 胜过我们生命当中 许多的无能为力的一个新生命 因为有这个新生命 我们不但经历罪得赦免 而且我可以靠着他胜过 不再继续活在那个罪的失败 软弱里面 复活节对我们真的是一个极大的盼望 那个盼望是 我可以拥有这样一个 不是什么都知道 就是做不到继续软弱 继续失败 继续活在罪里面的生命 我有的是一个复活的 胜过这一切的新生命 复活节太值得我们纪念 因为它带给我们盼望 盼望是基督徒生命当中 极宝贵的一个恩典 好像这段时间我们分享雅各 而今天这一段记载 这是他生命当中最绝望的时刻 我读给你听 到了创世纪第33章那里面 讲到说雅各 他举目远远的观看 看见什么呢 看见他哥哥过来了 不但他哥哥来了 而且后面跟着400人一起来了 他心里一定是害怕极了 20年来他一直在逃避的一个问题 20年这么长的时间 他知道他自己做过些什么样的事情 他知道他做这些事情 是得罪了他的哥哥 他知道他的哥哥是多么凶暴的一个人 他知道20年来他就是逃离出去 我相信在20年当中 他连做梦都会吓醒过来说 我哥哥来了 而这一天这一恶梦真的来到他的面前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相信这20年当中的那种征战 内心的征战焦灼 而此刻他必须很真实来面对 在雅各的生命里面 他一直是一个聪明的人 有能干的人 有能力的人 他面对这个无能为力 你也正在面对你生命当中的无能为力吗 今天是复活节 但愿耶稣对你说 在你的绝望里面 因他仍有盼望 因为他是复活的主 他接管你生命当中所有的无能为力 今年的复活节 在你的生命当中 会是一个得胜荣耀的记号 今天受到核心的活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五十三一节目 在那一节目 在还有一节目 三十二节目 我选了 三十三 六十三